流传着一个极其恐怖的都市传说 1998年的某一天 一个大家族结伴登山游玩 然而下山才没起天 家族中身体最强壮的姐夫 却突然离起死亡 张理上 家人为了缅怀侍者 将爬山当天的录像翻出来看 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事情 就在他们爬山当天 人群最后面 竟然一直跟着一个面色铁青 且双眼发黑的红衣小女孩 而更加害人的是 所有人都表示 不认识 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这时大家隐隐感觉到 亲人的突然离世 或许跟这个诡异的红衣小女孩有关 于是立马报警展开搜寻 可问遍了附近的居民 野兽遍了整座大山 却始终没能发现女孩的踪迹 不过有人看过视频后 说小女孩是传说中的魔神仔 根据传闻描述 魔神仔是好奇或者调皮的精怪 他会迷惑人类的心智或戏弄别人 而且戏弄的对象 通常是身体残弱的老年人或者儿童 但离世的人却是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 更何况 队伍里还有身体较弱的女人 魔神仔为什么不选其他人呢 所以这一点就有些说不通了 时至今日 红衣小女孩的真实身份 仍然是个未解知名 而立马今天要结束的这部电影 就是根据这件离奇恐怖的多次传说 改变的同名电影 红衣小女孩 答应你哥 如果你独自在深山老林时 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 千万不要回头 不然你就会像水婆一样 神秘时钟 大街上添满了她的寻人骑士 但始终杨无音讯 隔壁的苏芳奶奶看了看寻人骑士 阿水 快点回来 我还等你唱歌呢 她很是担心自己的好姐妹 期盼着她能平安回来 苏芳奶奶回到家 给相依为命的孙子阿伟准备早餐 阿伟巴拉拉两口就走了 而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难道水婆回来了吗 苏芳奶奶急忙过去查看 不料脚底一滑 等她缓过神来才发现 原本关上的门 不知何时被打开了 更诡异的是 地板上竟沾满了雾里 就在说放奶奶疑惑之时 一股含义突然从背后起来 晚上 阿伟带着女友一鸡回家吃饭 但奶奶今天有些异样 平时总是催她们结婚 今天却自顾自的说 水婆回来了 自己要去找她唱歌 阿伟听完并没有在意 可到了第二天 奶奶还没有回来 阿伟便匆忙出去寻找 却发现已经失踪7天的水婆回来了 面对阿伟的询问 水婆却只是一脸愧疚地说着对不起 阿伟有些困惑 只能先去公司上班 这时 快递小哥送来一个神秘的包裹 拆开一看 竟是水婆的录像机 好奇的阿伟打开视频 里面是奶奶和水婆一行人游玩的录像 看着看着 阿伟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在人群的最后面 出现了一个身穿红衣 面色恐怖的小女孩 阿伟隐约感觉到 前段时间水婆的失踪 或许跟这个小女孩有关 下班后 她赶紧去找昆博 让她带自己去水婆家了解情况 奇怪的是 水婆家的房门没有关 屋内也是一片昏暗 两人正默索着要去开电打 收音机里却传来诡异的歌声 歌声越来越诡异 身后的房门也猛然关闭 两人被吓得漏黄而逃 趴在围墙上拖了出来 看样子是被吓坏了 好不容易而到第二天 见书房奶奶还是没有回来 阿伟和一金只能去找昆博调取监控 果然发现了一样 奶奶走路的姿势十分古怪 顺着监控继续往下看 竟看到了水婆录像机里的红衣小女孩 书房奶奶就是被她牵着离开的 然而更诡异的是 在两人逃出水婆家时 这个红衣小女孩 就跟在两人的身后 阿伟瞬间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一早 阿伟好像感觉到了奶奶回来了 可醒来后却什么都没有 失落的阿伟起身来到客厅 回忆着小时候答应过奶奶 要一直陪她吃饭 还在桌下留下了曾经的陨落 正当她要去看时 喝出来 是奶奶的声音 阿伟连忙跑去查看 却看到了遍地的雾里 阿伟顺着雾里的痕迹回到桌前 她弯下身子查看 喝出来 难道自己听错了吗 阿伟拼命地挣扎 一双小手却悄悄蒙上了她的眼 晚上 面色惨白的阿伟来找依君 说是奶奶要他们一起回家吃饭 回到家里 阿伟却静止走到餐桌 大口大口的胡吃还塞起来 可身后的依君却看傻了眼 因为她眼中看到的 近视满足的蛆虫蚓 吓得她赶紧去找昆布求助 可当他们匆忙到家时 阿伟已经消失不见了 仿佛这一切是依君的幻觉 阿伟失踪的第一天 失踪的苏芳奶奶却回来了 跟水婆回来时一样 她的身体并无大碍 可她看到依君后 情绪突然变得一场激动 事后昆布告诉依君 苏芳奶奶一定是被魔神仔 怪去了山上 已经看到的阿伟肯定是魔神仔 晚上 昆布在职业班时 对角经理突然传来声音 昆布联盟拿起手电往外照去 却看到了一个红色的鬼影四处乱窜 她赶紧关上窗户 没想到小女孩已经来到身后 第二天 医生告诉依君 奶奶嘔吐物中含有虫乱 学民欢助红衣鬼脸天鹅 依君通过查找资料发现 这鬼脸天鹅的脸 既与水婆录像机里的红衣小女孩一模一样 查完资料 依君带着种种不安睡去 深夜 依君迷迷糊糊的醒来 见窗户开着 她正要去关窗 可一伸手就发现 满手都是鲜红 掀开被子 床部上也已经被西瓜色浸满 没等她反应过来 红色液体 突然变成无数只出手将她的双腿残扰 吓得她放声尖叫 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依君清楚地知道 这不是恶梦 为了尽快找到失踪的男友 依君利用植物之变 请求听众帮忙提供鬼脸天鹅的踪迹 效果立竿见影 很快就有听众打来电话 说这种天鹅十分罕见 目前只有万龙坑才有 然而刚告断电话 他就收到了书方奶奶失踪的消息 这时的昆博目光呆滞 不断重复地说着 他去山里找阿伟了 依君在结合听众告知的消息 他才想书方奶奶很可能去了万龙坑 警方很快安排搜救队加入 依君自告奋勇也跟了过去 他们进山后不久 就发现了躺在石头上的书方奶奶 奶奶看到依君 大声让他赶快离开 不然会被抓走的 可这是找到阿伟最好的时机 依君说什么都不愿意下山 晚上有人问起依君 他是如何告知的线索 依君表示 是一个名叫王天赤的 向他打电话告诉他的 设救队员满脸惊恶 因为王天赤是他们的主事业 并且已经去世很久了 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好在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 设救队来到一个三叉路口 所有人被分为三个小队继续搜寻 依君跟着其中一只继续前行 可渐渐的 他的体力开始不知 逐渐落到了队伍最后面 而就在一个拐弯处 前面的队员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已经心急如焚地到处寻找 可前面就这么一条路 无论他怎么找 就是找不到其他队员 最让他觉悟的是 自己竟然鬼打墙般 回到了那条三叉路口 但他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继续走去 不知走了多久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孤独无助的他 只能坐在地上吃饼干补充体力 完全没有发现 斜对面有一个白色的鬼脸正在蠕动 他赶紧拿出燃烧弹 一人都高的红衣鬼脸天鹅出现在他眼前 鬼脸天鹅突然张开翅膀 无数次小鬼脸天鹅禁止向他起来 乙军拼命奔逃 却不小心被绊倒在地 事后 今回未定的乙军 又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 他举着燃烧棒四处寻找 却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鹦鹉 等他爬出来才发现 这里的每一棵树中央 都绑着一个活死人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肚子又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掀开一看 肚皮已经快要撑破 乙军疼痛地倒在地上 不久便生出了一个孩子 孩子口口声声地控诉乙军 妈妈 为什么你要帮我拿掉 原来乙军之前有过身孕 但自己没有准备好接受他 于是拿掉了这个孩子 乙军满怀哭疚地抱着孩子哭了起来 可下一秒 他突然从床上哭醒 难道这一切只是自己的梦吗 乙军四处打量着这道房子 这就是之前阿伟带自己看的婚房 而阿伟也完好无损地站在面前 虽然眼前的一切非常真实 可和阿伟交谈之后 乙军还是发现了一些异常 他摸了摸口袋 队长给的燃烧棒还在暴力 他随即点燃了燃烧棒 即使从幻觉中回到了现实 幸运的是 乙军终于找到了被困在藤蔓里的阿伟 他奋力隔开树坛 拉着阿伟就跑 不料红衣小女孩突然扑倒了阿伟 接着又用藤蔓将乙军捆住 小女孩也摊牌了 化作一只面目之灵的怪物 一步步走向乙军 然后死死累住她的脖子 呼吸越来越困难 那些美好的回忆不断在脑海中浮现 乙军的手不知何时打开了燃烧棒 关键时刻 乙军在回忆中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 搜救队也及时发射出照明弹 原本黑暗的天空煞死周亮 瞬间覆盖了森林的各个角落 围在乙军身边的所有怪物 瞬间化作鬼脸天鹅逃走 最后 搜救队伍及时救下了两人 影片的结尾 乙军解开了心结 和二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还孕育了新的生命 可故事真的就结束了吗 就在一家人开心的吃饭时 家里费尽了一次鬼脸天鹅 大家注意看鬼脸天鹅落脚的地方 旁边日历上写着4月16日 而故事的开头 乙军曾给阿伟发过一条微信 时间同样是4月16日 这一天 正好是奶奶被红衣小女孩拐走的日子 也就在当天晚上 阿伟带乙军回家吃饭时 奶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最后只有乙军和阿伟吃 结合以上种种分析 在4月16日这天 这一家三口 就全部找了红衣小女孩的魔 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幻想 有看过原片的 大家评论区讨论一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